台湾投在基隆 基隆投在社寮 就称社寮岛的和平岛 是北台湾的门户 也是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岛屿 岛虽小 在近现代史上 却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地形地貌上 奇言怪石伶俐 堪称是世界级的秘境 以海石景观闻名的和平岛 一直上是两千万年前 沉积于海底的大辽层沙岩 受造山运动板块推起 抬升出海 常年在海风和潮汐的差异化侵蚀下 造就出今天独特而神秘的地景 和平岛上的地质奇观 手推豆腐岩 镇上观景亭往下看 海石平台上 像是铺了上千张榻榻米 日治时期 为此取了一个饶富风雅的名字 叫千蝶夫 岩石从地下慢慢抬升上来 或是飞上来的时候 常常可以看到就是会有两组垂直香蕉的解压结底 那豆腐岩就是这种垂直香蕉的养祖结底形成的 一种是很规则的方方正正 然后看起来切得很深的 在河滨岛 你看到的它的豆腐岩就好像没有切得这么深 然后也比较大块 比较不要那么方方正正正 那这跟就是岩石的硬度是有关系的 岩石越致密的话 它形成的这个豆腐的形态就会越规则 你看起来它切得也会越深 海石平台上 四处还凑落着头大紧细 大小不等造型刻意齐取的殉状岩 只要发挥想象力 就会发现海兔 这边有各式各样形状的都是菌状石 那其实它都是跟沙岩里面的生物钙质的结合 是有关系的 在大辽丛这个前海沉积环境里面 含了很多生物 那所以会有海胆化石 贝类化石 有壳状的也有管状的 那生物里面就是含了很多钙质 那有了钙质就是会有后续的结合 长期下来在风吹雨打下面形成的大小不一的 个头不等的蘑菇殉状石 大片壮丽的海石崖上 罗列着一个个小小的海石洞 仿佛是通往地底的入口 仔细观察 它们几乎都分布在同一个地层上 所以这个表示它的侵蚀是跟 岩石里面的成分是有关的 钙质是最容易被海浪所侵蚀的 那所以就是某一些地层里面它的钙质比较多一点 有些层里面洞就很多 海石洞其实就是岩石容易被侵蚀 迷洋的洞穴是滴水穿石的功夫 也藏着时代的印记 在河穴上还存有一个翻字洞 传说就是当年荷兰人的最后据点 和平岛上丰富多元的人文历史 精彩独特的地质地貌 让人再次感受小小岛屿的包容力之余 也更充分领略到台湾之美与大自然的神奇 优优独特的地质高利家 优优独特的地败 孙子 优独特的地质